走过疫情又逢地震 花莲知名的高饼店不畏艰辛 坚持把有温度的手作月饼 送到美味的弱势张者手中 今年的中秋节前夕 在集结7间在地名店 捐出2000多颗的月饼 让弱势的独老以及贫困家庭 温暖过中秋 中秋节前夕 花莲伴手李鸣店爱心串联 捐赠了月饼2400颗 由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的社工们 逐一发送给县内有600多户个案 持续第11年的公益捐赠 在地震过后更显得珍贵 热情或更加的良善 老家协会感谢高饼业者 在艰困的环境当中 依然不忘公益 老大人们最需要的 不见得是有多少不是他可以来吃 最重要是这个过程的感觉 让他觉得 他活得很有尊严 活得很有价值 也许自己的周边的亲人都不关怀他 但是来自老家 来自老家的很多战略的厂商们 对他们是非常的关注 我想这是他们会需要的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这其他业者 老家协会还特别邀请了南华据典的长辈们 表演客家歌谣 我爱花莲 为高饼业者们交打气 接着我会欢迎视报导